我們最喜歡這種的行銷資源 那就沒想到就遇到這種ASFA了 魚鏡好無奈 他是張老闆 兩年前創業賣冷凍食品 花錢找行銷公司 幫忙宣傳販售 沒想到卻是一場空 他們說他們會在他們的平台 去做上架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是 他會幫我們做所謂的商拍 以及拍攝短片 行銷影片這樣子 那到後面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拿到 對 等於說我們的15萬 拿出匯款證明 張老闆指控4月份才剛繳了兩年保證金 總共付了15萬元 但合約書還沒拿到 5月份對方就失聯 電話怎麼打就是沒人接 世界來到被指控的 這一家行銷公司大門緊閉 走近一看 門口張貼暫停營業公告 理由是多名員工確診 不過看看公司發出的聲明 證實5月25號已經結束營業 儘管強調等到合作到期 會一約返還廠商全額保證金 但不少廠商已經失去信心 好不容易熬到今年9月就可以把保證金拿回來了 就可以跟他們就是斷乾淨 結果我根本就還沒有等到9月 他們昨天就跟我說他們倒閉了 如果當時候在簽訂買賣合約 或是相關的合約 繳付訂金的當下 對方本來就沒有履約的爭議 這種狀況就形同是一個詐騙訂金的手法 那這種狀況就有可能對於簽訂合約的相對人 來提告刑事的詐欺罪 受害人遍及北中南超過70名 總金額粗估至少1000萬 目前受害廠商已經組成自救會準備提告 包括遭資遣的員工生計也是問題 就派負責人能出面說清楚 今天新聞 吳雅廷 謝洪瑞 趙建林採訪報導